台东警分局今日临时许接获报案 台东市市围路二段事故前发生交通事故 经初步调查 卢南27岁驾驶自小客车 沿市围路二段西向东行驶 于事故地点撞击分隔导致变电箱 导致汽车翻覆 卢南锁脚差错伤未送一 经现场酒册 酒册值达0.97 全案将一公共危险罪 嫌疑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台东警分局呼吁 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为确保民众生命与财产安全 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后驾车等重点违规 请民众切勿以声示法